场上看球赛 场下看关键 MLS常规赛洛杉矶足球俱乐部LAFC北上圣和西在里外斯竞技场挑战圣和西地震队 开场8分钟 圣和西地震队就由阿根廷级外援Christian攻入一球 且本场比赛地震队的Christian上下半场是各进一球 反观洛杉矶足球俱乐部LAFC虽然整场比赛不论是控球率还是射门次数 传球成功率等 各项数据都赢过对手的情况下 依然是图法翻评比分最终1比2落败 东森美洲电视特别专访到洛杉矶足球俱乐部的主教练史蒂夫分析失利原因 关键评论部分 现在洛杉矶足球俱乐部积分下跌到18分还在分区第三落后在西雅图海湾人和胜路易斯足球俱乐部之后 且不仅征战MLS常规赛LAFC还同时进行了康卡卡佛俱乐部冠军杯 并且挺进决赛即将在5月31号客场迎战墨西哥刮纳华托莱昂队俱乐部 以上就是今天的体育特别人关键 接下来把时间交换给朋友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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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